高鐵宣布啟動藝術元年 跟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合作 邀請藝術家林明洪 用家族古厝林家花園的窗花發響 利用台中站大量玻璃帷幕跟通透的光線 讓傳統的窗花跟車站連結 傳達給旅客回家的溫暖回憶 象徵高鐵開啟一扇通往台灣各地美好的窗戶 高鐵董事長江耀宗表示 交通跟藝術的跨界讓高鐵擦出更多的火花 以視覺藝術裝置表演藝術節目燈 讓高鐵不僅是交通藝術工具 更是藝術展演花生的場所 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董事長林曼莉表示 怎麼在速度之外多點溫度 讓大家發現藝術就在身邊 成為高鐵藝術元年的發想主軸 自然的光跟影 一個沒有實體存在的物質 透過它讓藝術無聲無息的滲透進來 這一次藝術作品以不其而喻為主題 以高鐵台中站為主 在四座人潮最多的大門製作大型窗貼裝置藝術 隨即出現的限量藝術車票也會有精緻窗花的圖案 另外5月到7月高鐵車站現場也會有舞蹈戲劇 人聲合唱等現場展演 希望給旅客帶來藝術驚喜 警廣記者鄭基威台中報導